在副都新的中央和属办公大楼正式落成 那么现在包含了这个劳工保险局的新北市办事处 也将搬到这栋全新的大楼 地址就是在中平路的439号 预计在16号之前就会搬迁完毕 劳工保险局新北市办事处要搬新家了 根据主任张德龙指出 原本位在板桥文化路的地点 将在本月16号迁往新庄副都新 中央和属办公大楼南东一楼 也就是中平路439号继续为民服务 我们劳工保险局新北市办事处 从12月16号开始 我们由板桥的文化路二段481号 搬迁到我们的这个新庄副都新和属办公大楼 那新的地址是在中平路439号南东一楼 对我们劳工朋友提供最好的服务 当然了从那个地方是这个只有102平 那到这里呢我们是有差不多200多平的空间 我们希望说为劳工朋友做更好的服务 所以我们的服务是不打烊的 从12月16号开始我们的劳工朋友就麻烦你们 到我们的新庄副都新和属办公大楼 我们上班时间也就是我们提供服务的时间 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 那中午呢当然我们也是一样提供服务 欢迎所有的劳工朋友到我们的新址 也就是新庄区中平路439号南东一楼 我们的服务中心来这里洽工 目前部分各客室正在加紧脚步进行装潢的动作 希望能够赶在16号前完成搬迁的事宜 目前呢我们还是在这个筹备的状态 也是装修的状态 别看这样短短几天的功夫 我们一切就会准备就绪 要为我们的劳工朋友提供最好最完整的服务 新的办公大楼所在的位置还有服务的时间 如果民众有任何疑问 可以拨打劳工保险局电话查询 永佳乐新闻新庄采访报道